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夫妻 妙的是什么 你再看下边 这是他们的大家庭了 当然有孩子 这对老夫妻 68年婚姻生活 没有一天离开过 就是这68年天天在一起 你怎么考证 怎么知道 他儿子说的 他儿子在来自英国大曼车斯特区的一对夫妻 结婚68年来 英国每日邮报 英国可信度比咱高多了 英国每日邮报 一对夫妇结婚68年来 从未分开过一天 然后父母一起走过一生 没有遗憾 然后他们不知道对方已经过世 走的时候都没有任何压力 他们俩非常注重家庭生活 就这68年这俩人唯一的专业 就是相亲相爱 过家庭生活 你说这为什么变 那还得赚钱吧 那还得生活吧 这么大家庭 但就是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分开过吧 一天都没有 等于天天在一起 过这么一辈子 因为他也不烦 这种还真是 所以他变新闻吗 又听一听 对啊 这就所以是新闻了 每日邮报这东西 为什么变新闻呢 就证明现在的夫妻很多时常常分开 导致距离 对啊 连英国都这样 这样的事情变成新闻 就说明大家说 啊 这是奇葩啊 对啊 所以还有另外一次 我刚刚有看 曼车斯特是不是个比较乡下的地方会吗 对 他最出名就是足球队 对吧 所以我在讲 工业城市 对它是个比较 相对于不是那么城市化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也可能 工业城市 诱惑比较少啊 比较没有那么灯红酒绿 所以老先生也可以支持68年 你把我们男的想成什么了 完全是因为没有灯红酒绿的原因 在村里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没什么娱乐业 以前农业社会不也就这样 你听到这个故事你不喜欢吗 我当然喜欢啊 我当然喜欢啊 你希望这样吗 谁不希望你不希望吗 我当然不希望了 你不希望 这才是新闻 有人不希望这样 68年你天天跟你老婆在一块 他也不会希望的 谁希望啊 一天都躲不开啊 薛老师结婚几年 我敢问一下 我的天啊 你不要把薛老师搭下水 OK 那怎么可能 没有必要吧 为什么 这么就婚 那不过因为你不结婚了 没有必要 当你选择婚姻的时候 这不就是你梦想 当然啊 我还是在说 中间如果因为任何的理解啊 什么不愉快 要离婚 这是一回事 我赞成的 但我说我们的理想 不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天吗 所以当你结婚那天 你是希望可以这样做的 不是吗 是 是吧 希望一直在一起 但是不一定说天天在一起 对不对 这天天一生365天 68年 整天在一起 这是有点奇怪 奇怪 你看 又婷 这你的这个观点 我现在都完全了解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得知道世界是多元化的 包括男女在一起相处和生活的方式 他一定是多元化的 是 比如说有的夫妻 就像这对夫妻 很感人 对吧 他们 他们愿意 这也是一种 我们看了也很有意思 传奇 爱情的传奇 但是呢 并不能够拿这个 当成神圣价值 当成最高价值 说当成家庭模范 无好标兵 陈光标 全球守善 那不能这么弄 对吧 因为你不能因为这个否认了 不能天天在一起的夫妻生活 就不好 我没有说不好 对不对 对 我只是说它应该是其中一个范本 但我不明白 我说它只是之一 但我没有说是唯一 而且这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你看 天天在一块 至少我觉得 他们俩就会长得像 这个平常咱们见到过 对 就是两个人 越长越像 越长越像 那天 就是说我们俩说 不是我们俩了 我们几个同事在说 就说是 这个 两个人感情好啊 的确会发生这种现象 就像你们女生啊 就过去在大学宿舍里 同学四年 大家的这个大姨妈的周期 慢慢就找齐了 这你也知道 这事你熟了 这是你 我感觉你比我高 你这个知识氛 我现在怎么这么高 超广的 你学生宿舍是您都知道 你最近是在约会大学女生 是吗 不是 我当年在大学 而且已经到这样的深度 我当年在大学就以听房文名 是吧 他长得像 所以那天我们几个同事还聊 就说 你要是会有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况 就是要是公司里的俩同事 不是夫妻 但是在十多年的同事中 大家发现这两个人 越长越像 越长越像 那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吗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了 对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这个意思 你炒在那里面 我还以为公司里大家服装受影响 碰枪追时髦 这样的意思 不是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我老时候非常敬佩 这个王萌先生 王萌老师 他 就是你看 我上次我就说 这世界上你会有一件 有很奇怪的事情 开放的人 不会讨厌保守的人 可是你看 总是保守的人 有机会讨厌开放的人 你明白吗 就比如说 虽然咱们说 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不好 但是你也没见过乱搞男女关系的人 谴责那些不乱搞男女关系的 你只见过不乱搞男女关系的 去谴责乱搞男女关系的 对吗 可是你不是常笑我很保守 然后很傻 活在古代吗 你也常取笑我 你这叫正常 你这叫正常 我为什么 我说 我说这个王萌 因为他这个夫唱夫随 过去在圈子里是有名的 对吧 但是他以他这样一个人 他却从来就是说 他不喜欢讲我这个 他说你讲我这个东西 好像感觉说 离了婚的 或者说有一些婚外恋这种情况的人 难道他们就不够先进 他们就 就是不好的 我这就是好 他说我没有这个想法 他甚至他会说 我只是比较幸运 可能我找着了 但是也有的人 他们可能 在婚姻方面有更复杂的情况 甚至于他就提到过一个东西 他说你比如说 哪怕就是说这种婚外恋的情人 他说 你要说他不道德 他说我首先就反对 他说因为我就知道一个 我们的一个老大姐 我们身边的一个女同志 他因为 他说因为很特殊的一个原因 他就是当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我都不知道 他说的是谁 他就当了所谓的 是一个我们很尊敬的一个 赶快写小本子 高透明 就是这种婚外的情人 就是你们用这种 污蔑性的语言 称呼人家小三 他一直很多年 这样下来 一辈子 一辈子 他说如果谁要说 这位大姐不道德 他说我第一个就跟他不干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这么善良 这么好的人 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讲 人家照样会议论那个男的 因为 因为这个女的是一辈子 这样很忠贞 但是男的在维持家庭的情况下 又跟他这样 所以客观上 人家还会议论 当然那个人的学问地位 又是非常高 又大家无法谴责 所以我们还是传为美谈 是 你看 有点听傻了 没有 我对女生方面 徐老师讲前半部 在讲女孩子的时候 想说 我还可以给理解 然后他说到男生 他说因为他学位很高 学士很高 所以他因此又传为美谈 我就不理解 也不能说美谈 比较谅解 也比较谅解 为什么他学士高就谅解了他道德这部分 就是我今天我前日才发微博 我说我小时候念书啊 老师最要求 你知道就是德语成绩 台湾有德语对不对 就是你出缺席啊 有没有打架啊 然后身上有没有带违禁品啊 每天有没有穿制服 穿标准啊 这些成绩是高于所有成绩 体育成绩 美育 音乐 什么治愈成绩 你这个东西没有了 你就别念书了 就你这个不及格 你其他一百分都没有用 所以我从小 就是我妈都说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 你先不要唱课 时到早 就是你对你的道德要求很高 才会去要求其他 怎么你出了社会 这东西是最后啊 你工作表现先重要 你有没有帮他解释 我也是 你的做人表现 你的工作能力 这都是 就是我说的 后面的成绩都上 道德怎么样 现在好像没有人在乎 一个公司也不在乎这件事 这个人乱搞 行 没关系 他只要能够 能够工作 他能够帮公司挣钱 不是 不是 但主要 但主要是 你讲的对 道德是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是 道德标准不是唯一的 不是单条线索的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实力来说 我们不讲具体的人 可是 我们讲一个小说 张杰写过小说 叫爱是不能忘记的 那个小说里边 是这么一个情节 有一个老干部 他因为在战争年间 他的 有人救了他 所以他就跟一个女的结婚了 但他的婚姻呢 他其实没有多少爱情 但他爱了另外一个女的 那个是一个女的 是一个女主角 他们呢 就默默地相恋了几十年 只是送来送去 什么七口腹全集啊 什么 那个女的一辈子就没有结婚 他也有结婚 他也有小孩 但他爱的是这个男的 小说呢 很争议 出来以后 他就是说 爱是不能忘记 他就是说爱了这么一个老干部 那么当然我们世俗的标准来讲 这个两个人都是婚外恋 虽然他们没有实际的在一起 但他们精神恋 他精神出轨 所以这是不道德 但那小说 恰恰要讨论的就是 他认为这是一个道德 而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那是没办法 那是另外一种道德 所以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 我刚才讲 王蒙讲的那个事情 那个人的情况 有点类似 比方说有这么一个人 他真心的爱着一个女的 可是他没办法离开他的家庭 他可能因为政治的原因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没办法离开 那女的也知道 结果他们就这样 你谴责呢 还是歌颂呢 还是惋惜呢 但是人是非常好的人 我们都认识 至少这是一个伦理的难题 对你不好 所以为什么那天 他们就是讲 比如今天社会 有些人说 我就喜欢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可这两句话都是违法的 第一路见不平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不平是你裁定的吗 就这问题啊 我觉得不平 第二句话 说拔刀相助 你拔刀 你拔刀警察这钱抓你啊 所以他有些事情 就是说道德不道德 谁来裁判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道德 就是每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主 我觉得是比较 它会形成一个主流的价值吗 那才会用 所谓的道德 它就是一个不是 它是无形的一个规矩 对不对 就是它不是写在那个 法律书上说 你犯了这个错误 它是一种无形的规矩 而限制 规范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它应该是主流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嘛 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 说我有我的价值 你有这样 我们赞同多元价值中 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个公因数 是有个共识的嘛 如果你今天都不要这个共识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 我也尊重大家 那我们就各过各的 但是你会有可能妨碍到别人啊 那这样的话不就 我不管你 你也不管他 我没有正义感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维持啊 哦 他说的有理吗 你没话 就是有理 赶快承认 我主要先去广告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的这个伤害不伤害 我想到一个我的智慧不够 我跟你讲 爱因斯坦 聪明吧 爱因斯坦不单是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 他还是著名的情圣 这个众所周知 那是风流的很 但爱因斯坦呢 是个非常道德的人 从另一方面来讲啊 他又很很道德 他这个道德的 连以色列总统 他都不要做 对吧 然后我跟你讲 有一次呢 他的第二个老婆 不是同时的啊 他第二次婚姻的老婆 叫埃尔沙 这个埃尔沙呢 是个贤妻良母 他就说 哎呀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 是吧 我们跟他在一起 我就就是默默忍受 好 但是当然女的也吃醋 也不高兴 然后有一次呢 爱因斯坦跟一个情儿 就出去玩去了 那个女的呢 甚至还认识这个埃尔沙 那埃尔沙知道之后 就很不高兴 对吧 然后你看爱因斯坦 给他讲的这种道德 真是科学道德观 就科学 他是科学逻辑 他说 第一 我认为 人应该做 自己快乐 也让别人快乐的事情 对吧 这是第一条道德 他说 所以我跟我的这位情人 我们出去耍去了 因为这是 让我也快乐 让他也快乐的事情 可是他老婆不快乐 他还说 第二呢 他说 第二 我认为 人不应该做 他自己也不喜欢 别人也会不喜欢的事情 这就是咱们说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他说 所以 这个女士 她没有告诉你 她也是正确的 你明白吗 因为 如果 告诉埃尔莎 他自己也不愿意告诉 告诉了之后呢 埃尔莎也不高兴 所以呢 第二条就是 人不应该做 他自己不愿意 别人也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埃尔斯坦 写了个便条 给埃尔莎 所以说 你知道 我们是合乎道德的 埃尔莎完全可以反驳说 人不喜欢被人欺骗 那我现在被欺骗了 那你为什么欺骗我 他完全可以再这样说 不是 他没有受欺骗 他只是没告诉你 他也没有跟你撒谎 没告诉你 被你发现 所以他在跟你说 我们为什么没告诉你 因为埃尔莎觉得 那个女子 你还认识我 你不告我 你偷偷的搞我老公 对吧 他也觉得这不道德 其实这是永久的困境 对啊 你如果要用话讲 那你永远都会有 正方反方的辩子 是吧 所以我说 与其讲道德 不如讲感情 我就觉得 你看 就是虽然咱们很难做得到 但是毕竟也得承认 我觉得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触 我说结婚68年 最后两个人死在同一天 你知道 咱说句不好听的话 中国的许多老人 老年夫妇 据我所知 他潜意识里都希望这样 但是他希望这样的原因 也不仅仅是爱情 因为你知道 这个两个人 共同生活了 很长时间以后啊 一个先走了 你知道 这个人整个就完了 因为这两个人啊 早已经 你想共同生活68年 没有一天分开过 他们已经是一个人了 你要知道 他已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了 甚至说 每天晚上躺床上 他需要跟他说话 两人聊聊这个事情 很多话 只有夫妻之间能说 对不对 跟孩子你都不 但是一旦要是走了一个 你想想另一个 他就觉得 真正叫了无生趣 了无生趣 甚至你都不知道老头老太太 我最近看一些杂志 我觉得不是咱们年纪轻的人 能想象到的 叫活着有滋味 他说你看 比如说我老伴在的时候啊 哎 两口子每天吃什么 商量是熬粥啊 还是吃馒头 哎 是今天穿个什么衣服啊 你知道吗 人家 哎 穿这个好看 穿这个不好看 就是这样一般的生活 一旦没了一个之后啊 你会发现这个老头 或者剩下这个老太太 那真叫 就是一颓废 这咱说 就是他完全无所谓 吃饭也不知道该吃什么 吃到嘴里也不香了 穿衣服也不知道该穿什么 穿什么都没人看了 也无所谓了 是 你知道有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产生这种想法 就是我还不如就是 我们谁先走 谁是有福气的 哎 台湾不是有个歌词 好像 还是有个书才 就想说 我宁愿跟他老婆讲 我宁愿你比我先走 那 别人会说啊 你好残忍 希望你老婆先死 他说没有 是希望说 如果他留下来的那个的话 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要思念一个人啊 但走的人会比较早解脱 所以你宁愿把那个思念的痛苦啊 留给后面 留给我 所以这是一个男生很爱他老婆的时候会这样说 我宁愿你比我早走这样子 对 但是 清醒的讲呢 觉得这种蛮可怕的 就是婚姻是一个契约 我们现在都说 因为现代社会 传统社会的最大的转变 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在原来的传统社会 你的婚姻就是你的身份 是 你竹又婷就不叫竹又婷 你就是王太 刘太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阿庆嫂 我们谁都知道阿庆嫂 那就是一个身份 那现在呢 是一个契约 这就不是你是什么 而是你做什么 婚姻是你做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 传统来讲呢 我们又有对婚姻这么一个期待 就是说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我们在经济上互相占有 我们在性方面互相占有 而且排除其他 所以到了最后 像你们说的这样 感情上完全占有 生理上完全占有 就是说这个占有不是说我不许你跟其他 而是说离了我你活不下去 或者我离了你活不下去 你们就长在一块 你早上你不在我床边 我这个病就发了 诸如此类 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 但有时候想要说也很恐怕 也挺悲凉 也挺可悲 真的 这个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来理 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你们怎么会害怕跟一个人如交私情 我有时候就宁愿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还不能就一个人 我必须想说婚姻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自私的一个设定 当然除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管制以外 你跟一个人不就是需要花三十年四十年以上 你才有可能就真的非常了解他 而这个意义 除了这三四十年的过程去享受这快乐之外 有一个目的不就是在你老的时候互相陪伴吗 因为在你老的时候你知道你儿子也不会要你 你旁边人也不见得会 你都给你say个hi 就给你跳个广场舞 他就走了 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互相照顾 那不就是留一个人这样 而这个人要你知道老的时候还没 老伴 对老伴 你不要吵架 不就是真的需要花 你看我们现在那么多婚姻完 维持不到五年 他就分手 就多难 所以还不如就是你应该要 所以香港街头 我现在看到一个巨大的标语 先去广告再说一些标语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徐老师的标语 那个标语叫一男一女 一生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教堂贴的标语 现在只能贴在教堂 现在只有教堂才发这样的口号 对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能做到这样 是幸运 固然好 但是硬撑的做这样 是无奈 逃脱这种 是侥幸 这是牧师讲的吗 后面这段也是牧师 布道的时候不得不说的后面 牧师有老婆吗 好担心 一天主调是幸运 一天主调是幸运 真的是 你老担心汉 他跟咱们讲这个 一辈子没有 是吗 他这个真是保经厂商 对不对 没错 对 他先不实行这个主张 对啊 你包括一般和尚 法师也是劝咱们一夫一妻啊 这个白头到老啊 当创立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喜欢婚姻制度的嘛 因为所有人都是 就是子民所造的 不是就是上天所造 每一个人 就是他是打破这个 乐骨嘛 对 他是打破这个 他是希望你每一个人互相爱 而你只能爱一个人 就是你的神嘛 你只能 你知道对 这一套婚姻啊 是西方来的 嗯 他跟宗教 所以西方更麻烦 就是问题 你 这这样离婚 你在宗教上讲 是有道理 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们是在神面前蒙事的 那家伙 你能 最大的困境 就是我刚才讲了 婚姻呢 它是要求 经济方面的互相占有 我五块存款 你一千万存款 将来我们共同是 一千零五块 对不对 我一千万零五块 另外 信互相占有 可是呢 理想的爱情 又恰恰不要跟经济有关 对 恰恰不要依靠信 如果说有人跟你说 我爱你 只要是因为你信 不合格 这个永远是一个矛盾 怎么去掉了 信物跟经济 你这个爱情 这么不严重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